想跟大家说一声就是因为我们的博彩法也提了案 今天第一次开小组会议 按现在的进度之前我们已经公布了 因为现时的时间上安排是有需要按现时的法例 安排有间日期工作的 我们之前已经通知了博企做这方面的申请 我们在等他们申请的文件会安排有关延期的工作 我们一定要配合立法的工作 包括立法主席也表态过 亦会争取盡快安排有关的立法程序 希望是6月份 我们也会陆陆续续安排 包括成立有关的警察委员会等等 一系列的程序性工作 但是现在的工作首先我们配合立法会 尊重立法会各方面的安排情况之下 我们希望盡快和顺利通过有关博彩法 疫情的一些变化 之前在立法会多次已经说过 我们在动态观察着疫情的变化 采取一些适合的措施 例如去年第四季 我们都有八行的措施去支持中小企 亦都对一些低收入人士做了支援 这些都差不多18.5亿 我们都是动态看着市场的变化去处理 掌管理亦都支持了有关研究工作 我们也积极地有关研究 而判自己最新的情况 再次强调一件事 就是今年的预算里面 我们都动用差不多225亿的开支 在按2019年的福利民生优惠方面的标准 最高的标准来是支持我们的民生 这边看着市场的平台 在和自己的区别上市场合成的 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美联系 是 这边看着这边的